在現時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大部分國家都開始慢慢出現財收入不均 通常有錢的越來越有錢越窮,就會沒什麼進展 而可以由不同的社會階層去到社會階層 可以通過個人努力或個人創意,可以從一個階層去到另一個階層 中國以前一向是有的,就是科舉制度 所以中國人這樣著重的子女讀書 因為只要你讀書,參加科舉 只要你學得到科舉,基本上可以有一官半職 因此可以脫離了所謂的屏下階層 起碼不用每天都用體力換取金錢 通常中國一向都很著重的經商 中國人做生意都很厲害 因此亦都很多人通過做生意,可以自負 但這兩個途徑來講,都仍然是採生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貧富非常懸殊 譬如很多時候我們聽故事都說到富可敵國 即是一個人有錢多到一個國家都不夠多 即是很有錢,就是貧富差距很大 那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 民主社會可不可以解決這個收入不均呢? 我們現在已經慢慢看到 有些國家可以,有些國家不行 主要在稅收方面 譬如在歐洲那邊很多國家收的稅比較高 講到一半以上的收入變成政府收稅收了去 但換回來呢,就很多社會服務政府給了 譬如醫療、教育、交通津貼之類 而呢,亦都對那些貧窮家庭有很大的津貼 那就是說,政府財政其實服務了另外一個目標 就是所謂那個 Welcome Redistribution 將收入重新分配 主要分配對象就是 傑富製貧 就是在那些有錢人身上 抽比較大的稅 然後窮人一般抽少些稅 甚至是有些社會福利之類 就派錢給他們 就做一個大循環 那一般現在呢 有很多民主國就說 那些人在下面的家庭的人呢 就是寄生蟲 他們不做事啊、懶啊 所以他們要靠政府津貼 那但是其實呢 很多時候我們要看清楚 就是這些人呢 他是因為社會不公於引致 他根本沒有機會呢 是可以是賺到錢多些的 譬如現在我們在美國見到那些黑人呢 很多黑人社區呢 他們都是很窮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白人地方 你的樓宇會升值 在白人地方 你的樓宇會貶值 那你沒辦法的 很多時候 現在的中下階層 都是你的房子 都是你的最大資產 那你的最大資產不升值 那你會貶值 那你很多時候就白了 是吧? 那就是說呢 在一些黑人地區 那他有黑人住的地方 一天黑人住 那些樓宇會貶 那些白人走 白人最居地方樓價上升 黑人最居地方樓價下跌 那這應該是個社會上的問題 你根本那些黑人本身 你多努力都好 等到一間房子裡的錢 你根本就越來越少 那你沒有辦法儲蓄到錢 這些是一些制度上的問題 那要改這些 怎樣改呢? 那很多很多社會理論 各個都有不同的說法 但我又看到另一件事 希望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你同不同意 就是 當資本住的公司 他們是賺錢 但賺錢是他們的唯一目的 他們沒有其他社會責任義務的概念 這些社會責任義務 是要被迫在他們身上才行 那就是說政府一定要想辦法 在這些大的商業機構上面 要他們抽回先該給的稅 那我經常覺得就是 用一個整個國家的商業機構的平均賺錢率 用作一個標準 在這個標準上面 就是如果你的賺錢 和你的資金比例 超過某個數目的話 那你就要抽多少稅 那主要可以向什麼向齊 就是向那些銀行貸款向齊 當然我們希望 你就是投資在公司上面 因為對投資公司有對社會有請 有請人 所以你就提供就業機會 因為提供就業機會 我想你可以賺到錢 給你多些 所以就 譬如我們用銀行的利率比 如果你有錢 等在銀行收息 那錢是多少 那現在你就不放在銀行 等到你放在公司裡面投資 那我就讓你賺多些錢 那這樣就 可以把那些利率高一點了 譬如你公司的利率 是對到某個數目的話 那我們就 先開始收稅 這是一個方法 那用這個方法 第一 就是一方面 鼓勵著那些公司 繼續去投資 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你賺了錢 你就這樣把錢 分給股東的話 那你猜到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就算那個回報率 所謂 然後就計算 你要納稅 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你不把這個錢 是分了它 而是投資在公司裡面的話 那這個就變成不算是你的利潤了 那你的利潤比例下降的話 你就可以有低些稅率 那就是說 在公司稅率方面 可以做一個手腳 就想辦法 跟他們的公司規模大小 掛勾 來定他們賺多少錢 就納稅 就不要一枝足夠打落 就個個都要納稅 因為很多小生意 根本他賺到的錢 就只是當那份工 那些你去抽很多稅 不公道 這是第一 第二 我經常覺得 子女承受父母的遺產 這不是必然的事情 就是說 遺產稅 可以在遺產稅上 想一想 就是把遺產稅 給稅率提高 當然 在遺產方面 很多時候 譬如你住開一個屋 那間屋 我覺得不應該 對子女抽什麼稅 因為子女在那裡大 可以享受父母的福利 有間屋住 這個 我想大部分人可以接受 但是主要父母留幾百萬 幾千萬 給子女 這些 這麼大筆的 無論是黃金好 無論是股董好 無論是物業好 無論是債券好 或者是股票好 我覺得是應該照顧 因為 通常有錢家庭的子女 父母已經給了最好給他們 讀書好 什麼都好 現在 到父母過身 只剩下財產 歸回公有也很合理 你要的福利 你父母給了 其實人人平等 你應該用你的財能 繼續自己去賺錢 就不應該 就靠父母的福音 因此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方面 出手的話 我們政府可以收回 比較多的 就是收入 第三件事 就是 我忘了中國哪個說的了 就是 表面上不收稅 就是利用政府做生意賺錢 來代替收稅 就是徵稅得來 你不覺得 有些事 有些行業 有些行業 就應該由政府做 就不應該由私人做 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 銀行這些 國家經濟問題 就應該由政府做 當然 一間政府機構做完 在那裡 沒有競爭之下 效率一定會降低 所以 你就可以 政府下面 擁有幾間 銀行 每間銀行 獨立管理 獨立競爭 讓他們之間的競爭 那就OK了 是不是 另外 譬如 那些 基建的東西 譬如 電訊 譬如 譬如 政府可以插手 在那裡 做這些生意 賺錢 這些賺到的錢 我覺得不應該私有化 這些 你明明賺錢的 你賣給別人 給別人賺錢 自己不賺 那就是 將阿公那些 好東西 益某幾個人 那這就是 一種貪污 來的 所以我覺得 政府應該可以 有一些 有些行業 政府應該是 拿著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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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賺到的錢 最終都應該 在人民身上 所以這個是 那當然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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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發展中國 有些大公司 就是 走稅 報稅的時候 將自己的稅 進去 某個地方 那個地方 根本的稅率很低 或者不用付稅 於是 在那個 運作 那個國家 賺錢 那個國家 將那些錢 拿了之後 就不肯在國家 立國資金當 付稅 而走到其他國家 去付 那這件事 我覺得 各國政府 應該大家 坐在一起 談判 這個問題 不只是一個政府 發言 就是問題 各個政府 都有同樣的問題 而反而 問題就是 現在 最有錢 最大聲 最華得事 美國 美國 政府 背後 被這些人操縱 所以 他就沒有辦法 可以 很公直地出來 計劃 喂 你在我的地方 賺到錢 應該在我的地方 留下我的稅 讓我們這裡的人 可以有 賺取應當有的 生活才行 如果你在走這個問題 你會發覺 你把那些錢 逼他 在 A地方 賺錢 就要在A地方 納稅 他就會發現 原來 我 將 去找一個最便宜的地方 在那邊 花了錢 我這邊 才撥不到 那邊用的話 你這邊要納稅 他就寧願 我將這些工作 抽到這裡 讓我這邊的 花費大一點 因此 我納稅少一點 那 用的方法 就是 沒有工作 這件事 太多人 供應 這個問題 可以有一個 相當程度的減少 當然 這個 我在賭中國 中國 中國現在還是國際工廠 所以 如果我 這個提議出來 即是說 你這些人 不要在中國 繼續創了 你應該拔回自己 去自己的國家 讓自己的國家 有機會做 那麼 這個 賭中國米 可能有另一個 好處 在後面 未頂 因為這樣 就會逼到中國 真的去做創意 我這個希望 中國 如果真的 其他國家 而同一時間 其他國家都好 那 即是說 我 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 既然 現在 在我們發展 中國 已發展 國家之中 將 公司 變成 legal person 是一個人 的話 這個legal person 因為 他本身是公司 他沒有 我們人的 moral values 所以 我們唯一 既然 我們可以做 一個legal person 我們就要 他負責 有 那個person 的 moral 即是說 要對社會 有法社會 責任 既然 他本身是 一個organization 他本身沒有 這個feeling 我們唯有 要加在他身上 要加在他身上 我們一定要 各個國家 政府 一起合作 才可以逼到 這些大公司 真的 負擔起 他應該 負社會責任 如果 負到社會責任 的話 加上適當 稅收 作為一個 re-distribution 的話 貧富延殊 的問題 就可以減輕 這個我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好的 拜拜